這天源流有多久的時間 拍攝了嗎?不要緊 感謝過去和未來所有曾經為過人類健康付出過任何知識的前輩 不論甚麼國族的人 我們都尊敬他們 首先大家講一個問題 誰知道中醫有多久歷史? 舉手 即是中醫這個名詞 開始說有中醫存在了有多久歷史 除了中醫之外 還有甚麼是代表中醫的 因為中國醫術是很特色的 還有哪種名詞是屬於中國特色的 一說就代表中醫 你回去睡覺吧 中醫術有幾百種 為甚麼可以用一種醫術來代表經驗 應該比較濫用一點 先介紹一點點 因為中醫要介紹一點點 第一 中醫最早的就叫奇王之術 就根據皇帝內經 奇拜和皇帝對話 所以又叫奇王之術 到三國時代 有一個叫董鳳的醫生 他醫人是不收錢的 但他收一點點禮物 他的禮物就是 你拿兩棵銀墨 那些杏樹的樹苗 種在我後花園 因為越種就越多 種到周圍屋 隔離所有前後都是有杏樹的 所以叫杏林 聽過了 杏林各首 所以杏林代表是中醫的醫生 另外代表中國醫術 就是清狼之術 即是一個青色的背囊 就涉及華陀 華陀跟曹蘇說很深的 你的頭痛 我要切開你的腦 切開你的頭蓋 就幫你醫 曹蘇說你這麼家產 想害我 那就要拘捕 不然拿他斬頭 他說走路 走路 就拘捕他回來 坐牢 坐牢 臨到行刑之前 他那個清色的包 就有很多醫書 就留下了給那個獄卓 看牢獄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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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獄卓 就拿了一部分出來 給政府 留下了部分 拿走 留下華陀的醫術 所涉及中國華陀的醫術 所有叫做清狼之術 就由華陀引起一個源流 第四個形容中醫的 大家都聽過了 有時候你去過中醫部看到的 源狐濟世世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為什麼 誰知道為什麼 那獄卓 當然是獄卓 那獄卓還有故事 那獄卓是用茶壺的壺 不是用獄卓的壺 哪個人搞出來的 背後怎樣叫做源狐濟世 這裏就補充講了 在漢朝有個廢牆房 他是很清淡的 小小修道的人 那變成沒東西做 就經常在街上走來走去 他走到一個小市集 就見到一個老人家 就幫人看病 他在旁邊掛了一個葫蘆 掛了葫蘆在這裏 葫蘆比我們普通大一點 他看完一個病 他手就伸到葫蘆 就拿一些藥出來 就給人 那他離遠 喪他 那葫蘆這麼小 那隻葫蘆這麼小 那隻手伸得進去 那就變得很神奇了 好 如是者 他又找了一天 但沒有收人錢 見這個老人家 他就很尊敬他 他整個人看症 第二天就自己買些酒 買些漂亮的食物 就去孝敬這個老人家 那個老人家很開心 你明天再來找我 他明天就去 一去 他就被這個老人 這個長者 拖著他的手 跟他一起 抓去跳到葫蘆裏面 跳到葫蘆裏面 另外有一個景象 非常人間先景的 在那裡住了十天 老人家教了他很多衣術給他 十天之後 都教了給他 這個叫廢牆房 大家上網搜尋 好 到他臨走的時候 十天後 這個長者 就叫他在長角裡 拿一支棍仔 你坐那支棍仔 就走回家 他原來要整理他 他帶了一支棍仔 這麼小 就知道怎麼坐 他說你不要管 你坐那支棍仔 坐那支棍仔 就這樣 出了葫蘆裏面 一出來就回家 他好理他 他媽媽都沒辦法了 子女就比他長大 他已經十年了 十年 他在那裡蹲了十天 但他已經十年了 就留下了這個房 在我們的商前 非常防 在曼聯醫了很多人 之後 他失蹤了 就說他這個老人 這個老人家 你來接他一起 走了之後 他失蹤了 是沒有死到的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這個就是我們 只是講中醫的原流 中醫呢 那個正式的名稱 開始得不超過二百年 不超過二百年 就由一百二七年 在鴉片戰爭之後 一百二七年的時候 有西方人來傳教 他來傳教 很習慣用個醫術 去醫人免費 順便傳教 有個眼科醫生 叫郭書雷 是東印度公司的 建了一間醫院 免費幫人治病 又醫癌 接著就是傳教 但傳傳下 在中國 他們的教廳 就傳開了 接著跟政府拿很多地 拿很多地 又再建了很多醫院 之後就收很貴了 即使現在香港的法國醫院 越皎越貴了 那鎮匯已經都是以前教會來傳的 免費的 所以搞得越皎很貴的 當年中國也是 就是這樣